大家好,我是韩国打工生活小胖 我家最近又租了一个房子 因为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要到期了 然后房东要求涨房租 所以我家不打算在这住了 这个房子是花人民币48万签两年合同 免费住两年 把这个抵押金交给房东就行 现在他要求交到60万人民币 然后白住两年 然后我感觉这个房子也不值60万呢 所以我家又在农村租了一个房子 现在我和我媳妇还有我妈去看看新的房子 走吧,等会儿到新的房子再给大家看 现在已经来到了外边 一看就是老楼啊 老房子因为外面黑 没给大家看外面 你看这个洗手间就不咋地啊 这房子真冷 冷不冷冬天的 有个阳台 就今天还是在家上的 这块有个小房间属于 农天有个怎么 这个鞋架没有鞋架 鞋架是这么高的 你说这鞋架还放人头上面呢 这洗手间真不咋地这房子 就洗手间 便宜啊 一个月1200块钱 看家有床 这床不能要我 太买的了 冬天我估计冷这房子 夏天还行 估计这个不冷 还有个小房间 这阳光彩光啥的也不好 彩光也不好 咱俩结婚住这房子吧 行不 姐妹 我爸和我妈住 然后我俩结婚呢 没打算好呢 就是租个全罪房啊 还是在韩国买房子 还没做决定呢 因为十月份就在结婚了 所以我俩还得好好想想 是不是 你要是租全罪房的话 他老让你搬家 就是到合同了 或者 涨房租 要去让你搬家 你不涨就搬家呗 就像我家现在租的这个 没办法了 就租一个这个 但这个呢 每个月还得掏房费 全罪房还不用掏房费 反正你跟我爸住是够用了 够用了吧 嗯 够用 客厅 这就当客厅用呗 这块 我就这个呢 我就搬冰箱什么的啊 嗯 一人是开走 我们家冰箱 你再要给他把他搬 咱家俩冰箱呢 三个冰箱 你看看 没得 差了没出来 没得出来 嗯 然后 要给他放桌子吃饭 行 然后 这个小屋呢 当工作服 我爸换工作服的地方 你俩在这个房间睡 那个是你的屋 我呀 对 我能回来住几次啊 大家觉得这房子贵吗 一千万韩币抵押金 每个月房费二十万 在韩国一个农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